我們看到孟加吉的男子呢 他在美國紐約曼哈頓 特別是在人潮眾多的港務局巴士站 這年流量高達了六千五百萬人次的地方引爆炸彈 所見的土製炸彈還不算是太嚴重 所以造成四個人受傷而已 不過這件事情反映出來是說 背後沒有IS指揮 但是他卻說了一句 相當讓大家震驚的話 就是他在公稱的時候說 你們炸了我的國家 所以現在要羽牙還牙 這樣子升職人性的信念 會不會讓美國紐約 甚至是美國全境持續遭到恐攻這樣的威脅 我覺得恐攻的潛在威脅是一直都在 尤其是幾年前第一個孤狼式的恐怖分子 成功地達到他的目的之後 在世界很多好幾個城市或是國家 都發生類似的事情 未來會不會有呢 一定會有的 那麼只不過我們這次是 紐約是比較幸運而已 因為這位老兄 他顯然是基於一時的 有點一時的情緒或是 就覺得我要做一件這個事情 然後呢這個好像也不太用功 沒有怎麼樣研究達到他最大的威力 那麼唯一 所以他炸傷了自己 送醫 現在是在送醫院治療中 旁邊周遭的人大概四五個人受了一點輕傷 就是去醫院爆炸一下就回家 所以那個炸彈的威力是不大的 可是呢很多紐約人也覺得 甚至有人說 啊這樣就是恐怖攻擊 他們覺得他們那個炸彈爆炸發生的那個連通道 就是在Port Authority這個一個地鐵路線跟另外一個地鐵路線 中間要走過去的那個連通道 那紐約地鐵有很多這種連通道 又窄又矮空氣又不好 他們覺得走那個連通道基本上都不舒服 都不舒服 而且不會像你這麼小的顆的爆炸一樣 搞不好我走那個連通道都會更難受一點 所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還特別選擇這個地點雖然感覺人潮眾多 但是最後是因為自己的土製炸彈威力不足 但是這種潛在的威脅 雖然說紐約真的是警力動員相當的多 我到處都有監控 但是這種孤狼式 甚至這種小規模的潛在威脅 是不是防不勝防的那種感覺 對啊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沒錯啊 那所以呢雖然他很快的就回復了該有的一些秩序 但是事實上你會發現這些年來 就是最近這段時間 尤其是當不管是在中東地區以美國為首的聯軍 或是以俄羅斯跟敘利亞共同合作 所組成的這樣那個打擊部隊 大家雖然目前看起來非常成功的 說是呢這個殲滅了ISIS的一些巢穴 然後讓他們所謂的哈里發國一度的版圖不斷的擴張 從敘利亞到耶拉克 但現在又逐漸的逐漸的幾乎已經到了沒有立罪之地 但是你會發現第一個他相關的圖眾 其實各個紛紛反國 所以呢就在前兩天吧 我還看到非洲的這個非洲 全非洲的這個峰會 他們召開的時候特別提醒說呢 有大概兩三萬人的ISIS的在國外吸收的一些人 中間有六千多名是從非洲去的 所以他們現在非常擔心呢 六千多名可能會返回非洲 成為非洲的安全當中非常嚴重的潛在威脅 就不只是這個問題啊 包括像菲律賓 菲律賓也是因為接下來 因為ISIS在中東的目前被掃空的原因 所以他們很多的就往東南亞去發展 更不用講說歐洲很多的也是被當初吸納了 招募了 他們也回到了他們的國家 這第一個就是說真正的曾經被吸收過的 他們可能現在四散而逃 回到了他們的祖國去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他現在像這次烏拉 他根本不需要去加入ISIS 他就純粹的可能收到趕招 他根本也沒有被趕招 他自己說 他找了一個理由 他可能 我認為他或許在這個整個的社會來說 有點邊緣化 或者精神上面有不穩定 因為你聽他講說他怎麼樣挑選 這個地鐵站 他說他只是因為看到地鐵站上面有這個海報 有耶誕節的海報讓他聯想到了什麼歐洲 耶誕世紀的攻擊 他也要學這個德國的耶誕世紀的攻擊 哪一個那麼一個恐攻 所以你這個理由聽起來 我覺得他的隨機 pick up一些可能的對象跟地點 已經到了很 就是反社會的情緒 對 所以我認為像這樣子的話 就是更加的問題嚴重 就他只要被撩起來 然後ISIS可能就成為他的一個理由跟藉口了 然後他們的行動方式就成為一個模仿的對象 所以我覺得這對全世界來說 當然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啦 所以我覺得對美國來說 另外一個可能的問題是 現在其實川普有點想要 我們剛剛聊了很多 他其實現在其實苦無政績 所以他一直很想要藉由一些機會 能夠去兌現他所承諾的 他認為應該做的一些選舉的承諾 譬如說移民政策 所以現在這一次也不過才四個人受傷 那當然說幸好是幸好 但是是不是有必要像川普所說的 所以他接下來要嚴格的去落實 相關的一些他當初的移民的政策 譬如說他就講出來這個烏拉 說什麼他是七年前拿到美國的綠卡的 連這種人他說以後都要管制 所以對於美國來說會不會就有點像911之後 很多人在批評所謂的國土安全部的成立 跟國土安全相關法令的嚴格的管控 其實某個程度來說成為一個主政者 他去替自己擴權 或是他去監督或是去危害人權的一個方法 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對於川普目前一直想要 有所突破的狀況來說 反而是一個值得擔心的 他會不會過度的想要因此而表現他的一些政策 或是說他要對他的選民交代 所以利用那麼一個機會就拖大自己的權力 當然也有人批評說這是借庭發揮啦 邵宇哥怎麼看 因為他特別就是說這一次案子他說烏拉就像剛剛藍姐講 他其實移親到了美國 那現在這個案子他說必須改革移民制度的需要 顯得更加強大了 他已經講過好幾次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案 這一次的恐攻案支持力度還不是太大 我們當然不希望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希望有恐怖攻擊的事情發生 可是他需要 如果他真的需要有一個外部的因素 來push他的這個移民法 移民政策的改變的話 他一定很希望 他一定很希望有一個大型的恐怖攻擊發生 這樣他才能夠達起鎖面 就他的邏輯其實很簡單 就好像他前陣子因為那個稅改的關係 那個預算高低的問題 預算如果沒過關的話 政府就要關門多少天 他當時就問他旁邊無聊說 我這個政府如果關門對我是不是有政治好處 是有的 大家都會怪國會的 所以他的邏輯是這樣子 他一定要找到一個施力的槓桿 所以這個移民政策之後還會一直不斷的出現 所以目前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尤其他前幾天 其實一兩個禮拜吧 有一些地方的官司似乎打贏了 就他的一些限制令針對的六個國家吧 還是七個國家的部分 好像部分可以讓他去實施 但是我是認為對川普來說 他現在真的是可能苦無政績 而且他可能一直就是 心心念念認為 確實美國的國力 美國的飯碗被搶走 美國的安全受到一些影響 真的是跟移民有關 所以他這方面的話 想要去找到機會去兌現 那麼一個企圖性 我覺得是還蠻強的 但反過來說 我覺得當然任何一個國家 你都有權利去決定 你要接受哪些移民 但關鍵在於說你怎麼去挑選 因為他的心中 我認為川普的心中 代表很多屬的白人至上的這些觀念 他其實是有一點點不均衡的 你要怎麼挑請問 你要依照國家來挑嗎 你要依照種族來挑嗎 你要依照宗教來挑嗎 我覺得在他的言論裡面 似乎就是這個意思 他就是要依照種族跟宗教來挑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美國還是一個大家認為的 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度嗎 還是一個值得大家 還是一個文化大人 就是嗎 還還值得效法 或者值得跟隨的國家嗎 這其實問號越來越大 所以這篩選條件 也有可能會成為之後 其他政治人物攻擊的焦點 對 他想要廢止的兩種移民方式 一個是抽籤 就是抽籤的配額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對於過去移民到美國少的國家 就配額會比較多一點 當初卡特總統在設計 或是卡特時代在設計 這個抽籤制度的時候 是希望美國有各個 希望各個國家不同文化 不同種族的人都能夠到美國來 那麼你盡量把這個廢掉 那請問你是多元文化的政策 是不是就此取消呢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是親屬移民 比如說我是 我已經是成功拿到美國籍 我可以把我的什麼父母啦 小孩啦 接到美國來 一等金二等金都接到美國來 他覺得這是問題 可是這些人來的時候 也會有一些基本的身份查核 或背景查核 是 像那個烏拉 他就是沒有犯罪紀錄 那你怎麼樣去預防呢 如果他是一個有精神有異常的人 或是他是一個恐怖分子 可是他是一個沒有犯罪紀錄的恐怖分子 你怎麼知道他是恐怖分子 你無從知道啊 還有進到本土之後 他又會怎麼樣轉變 這個事情也是很難預測的 我先讓你學習去看 我先讓你來看看 你怎麼會讓我看 你怎麼會看 你怎麼會看 你怎麼會看